交通工具为我们日常生活提供更加丰富方便的出行体验 优秀的交通工具除了能扩大我们的日常活动范围外 还需要拥有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同时先进的科技也是必不可少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5个有趣的交通工具 水一挺 自行车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通工具 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会骑自行车 你有想过在水上骑自行车吗 来自新西兰的一家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水上自行车 水一挺与传统路上自行车不同 水一挺使用螺旋桨代替车轮 当骑手向前灯榻时 他们像翅膀一样工作 减少阻力并将自行车推出水面 他拥有电池辅助模式 搭载到450瓦电机足以支撑骑手的体重 驱向时间约为3小时 拥有7档可调节功率功能 其档位为1时电机完全关闭 当调节至4档时 需要提供额外的骑行动力才能保持平衡 当档位为7时 骑行者完全不需要提供额外的动力 除此之外 水一挺还支持蓝牙连接 让你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实时监控身体数据 最大速度21000米每小时 巡航速度9000米每小时 可轻松应对海浪 能很方便的进行短距离的海湾探险 这样的水上玩具你心动了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告诉我你的想法 EV4 城市四轮自行车 堵车是令每一个现代人都很头疼的问题 自行车虽然环保不害怕拥堵 但稳定性不佳 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学习 为了弥补自行车和汽车的转板 来自波兰的一家公司 开发了一款电动四轮驱动车EV4 为降低车的重量 几乎所有的部件 由高强度的航空铝合金制成 车辆的主框架是锚接的 采用航空级的自适应悬挂系统 能适应大部分的地形 车轮在各种环境下 都能有效的接触地面 四轮液压叠杀系统 也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对车辆进行杀停 与传统自行车相比 最大的优点是 拥有一套创新的悬挂系统 能在过弯和崎岖不平的 复杂路况保持稳定 为骑行者提供稳定安全的骑行体验 EV4采用两个800瓦的电机 搭载36V 53A的锂电池 最大速度为35公里每小时 续航90到130公里 能适应大部分城市 中短距离的通勤需求 除了陆地 海洋也对人类产生 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要想深入海洋探险 一般潜艇 对个人用户来说 门槛非常高 潜水对专业性要求很高 风险也很大 且下潜深度有限 来自美国的公司 开发了这一款 民用水下小型潜艇 极光3C 让普通人能很轻松的 对神秘的海洋进行探索 极光3C最大的特点 是拥有非常大的视野范围 内部的视角 让你几乎感觉不到玻璃的存在 可搭载一名驾驶员和两名乘客 额定深度为457米 航行速度为6.6千米每小时 采用锂电池提供动力 可航行8到10小时 潜艇在水面时尾部向上 顶层甲板可以很方便的 让驾驶员和乘客进入舱内 它的高度仅为1.88米 重量3.8吨 可以很方便的对它进行存储和运输 有了它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去探索神秘的海洋 直升机背包 楼前甲一直为人类工具飞行 提供低成本的动力 小到无人机 大到直升飞机 2021年5月27日 一家公司展示了 他们最新开发的飞行器 视频显示了一名飞行员 毫不费力的在海滩上飞行 它的左右各有一个约90厘米的楼前甲 使用电池作为动力来源 从视频上看 这次飞行是成功的 操作者演示了低空悬停 方向转变 稳定升降等动作 目前该公司并未透露更多的信息 官网也仅仅提示 这是一个拥有自平衡自动驾驶功能 由碳纤维风潮状复合结构 构成的电动背包式飞行器 最领我担忧的是其安全性 在左右肩膀安放两个高速运行的楼前甲 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动车方向 还有另一个方向 轻能源 目前各国也都在研发轻能源汽车 最近 Hyperion公司发布了他们的 第一辆轻动力超级宝车 这是一辆外观和内在都很前卫的 新能源跑车 采用了超轻的碳态合金底盘 车身重量为1248公斤 由四个电机提供动力 0百加速仅为2.2秒 最大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 单次补充燃料最高续航力程为1635千米 车的内部镶嵌了一个98英寸的显示器 从中控台一直延伸到两个座位的后方 支持手势控制 浮夸的太阳能电池板 能根据时间和车辆说出的位置 调整自身的姿态 也获取更多的电能 据透露首批交付了只有300辆车 预计2022年交付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燃料普及站并不多 这些设计独特的交通工具 可以解决我们各式各样的出行需求 让我们更加轻松的探索 奇妙未知的世界 你最希望拥有哪一辆交通工具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